单亲妈妈一口气买了30条丝袜 在无人的公园里暴晒一会儿后 用这些丝袜来回擦拭脖梗和叶下 闻了闻味道觉得还不够浓烈 又把她塞进穿了一天的运动鞋里熏 之后她将这些原味打包好放进信封里 低价卖给那些有特殊癖好的人 而这居然是女人唯一的经济来源 小唐今年不过20出头 就已经是6岁小孩的妈妈 她年轻十余人不输 被渣男搞大肚子后又惨遭抛弃 父母让她把孩子打掉重新生活 小唐舍不得尚未成型的小生命 与父母决裂后离家出走 选择独自将抚养女儿长大 纵使生活条件十分艰辛 她也总想着把最好的给女儿 但是恰逢口罩遍地走的时代 香港各处街道都露出萧条的气息 小唐曾经的公司也被迫歇业 为了能在这艰苦的世道生存下去 小唐不得不四处打散工挣钱 她不挑不减只要能挣钱的她都做 可现在经济不景气找了很久 才勉强找到一份保洁的工作 她拿着招聘宣传单上门应聘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卷曲 胡子拉叉的中年男人 因为身形瘦小 所以大家都叫她宰哥 宰哥看到上门应聘的 是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女孩 以为对方是来体验生活的 直接就想关门谢客 小唐急忙拦着她解释自己的来意 见宰哥还不同意小唐 只能站在门外哭哭哀求 你好像啦 现在我面风大雨大 所以什么工都稳住先 莫过机会咯 必是机会啊 小唐可怜的目光让宰哥有些触动 宰哥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清洁公司 在口罩的冲击下曾经服务的客户 不是倒闭就是歇业 又加上快递停运海关严控 他要的进口清洁剂迟迟不能到火 这让宰哥本就不多的生意雪上加霜 曾经的员工要么离职要么移民 只剩下宰哥一人还在苦苦支撑着 赚得钱全部补贴给公司 现在连清洁车坏了 都还要80岁的老母亲出钱维修 他知道如今世道艰辛找工艰难 实在无法拒绝小唐的哀求 便同意让他先事工三日 令宰哥没想到的是 小唐虽然看上去不太靠谱 但干起活来却十分认真卖力 手脚动作快清洁也到位 看到宰哥干活扭伤腰会主动帮他贴药膏 还拿出一粒当时高价难求的止痛药给他 同时嘱咐宰哥在车里好好休息 自己一人把剩下的活全部干完 这样的谦卑恭敬的态度 让宰哥对小唐的印象有所改观 宰哥前些年轻性朋友盲目投资 把攒了几十年的积蓄赔得一干二净 导致他如今只能和八十岁老娘 同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 这些经历让他不愿再去相信任何人 可善良的小唐似乎 和他以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正当他犹豫要不要相信对方时 转头就看见小唐 趁着便利店店员不注意 偷偷将两个冰淇淋塞进包里 宰哥为人正直看不得偷金摸狗的行为 正想走上前向店员揭发小唐时 却看见了小唐身边的小朋友 想着他或许有什么苦衷 便把想说的话全部咽了下去 他给了小唐第二次机会 却没想到小唐竟越来越过分 这天两人到一家高档小区做保洁 房主家底应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居然也能在家囤上几项儿童口罩 小唐看着眼前数量充足的口罩 脑子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将几盒口罩装进垃圾袋 洋装是清扫出来的垃圾 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口罩带回家给女儿 正当他为女儿的健康 终于得到保障而高兴时 窄哥敲响了他的房门 客户发现家中口罩丢失向窄哥投诉 他当即猜到是小唐所为 但还是帮小唐顶了罪 对客户解释是自己打扫时 不小心弄失只能丢掉 窄哥的生意岂岂可危 这次顶罪也让他失去了 一位出手阔绰的熟客 可直到现在小唐都在 为自己的偷窃行为辩解 我真的买不起口罩 抄到600几个一盒 我开一工你都是给200元 我小朋友不用吃饭了 他不明白那些有钱人为什么 手里囤着的口罩用都用不完 却还要和自己计较这一两包 难道因为自己是只配等死的穷人吗 小唐的话让窄哥对他彻底失望 窄哥解雇了他 但还是把这次的报酬留给了他 小唐因此再次失业 只能做一些来快钱的勾当 他花光积蓄买了30条丝袜 希望这些原位能给自己带来不菲的收入 没想到客人却在收到货后赖账 他又一次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 就在这时窄哥给他打来电话 说如今公司急需忍受 希望小唐能回来继续干 同时也重申了自己的原则 小唐连连点头答应 拿起工具卖力地擦起玻璃 原来那天窄哥在回去的路上 看见一对父母给孩子换口罩 才带了几小时的口罩 就这样被随意地丢在地上 他想到自己的母亲 把用过的口罩蒸汽消毒后反复使用 而小唐则是连被丢弃的口罩都用不起 那一瞬间他明白了小唐的无奈 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小唐珍惜这次机会 比以往更加卖力地干活 窄哥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 连连夸赞后还涨了点工资 两个人撑起的保洁公司 靠着良好的口碑生意越做越大 窄哥告诉小唐 做保洁远比清洁赚得多 只是行业标准严格 他所需的进口消毒液全部进不来 只能含泪推掉找上门的声音 小唐却觉得用西式消毒液算不得骗人 哪里有人这么老实 什么都说了给人知道的 你不是只有做清洁吗 人家都分不住 我分得吗 可他拗不过小唐的脾气 只能答应试试看 但在打扫时窄哥却喷上 比平时更大剂量的清洁剂 你会不会喷辣多点 喷辣油多点 这个没有追过有什么分别 窄哥被指责后也只是憨憨地笑了笑 日积月累地相处下来 窄哥和小唐也从普通同事的关系 变成了能谈谈近况的朋友关系 小唐偶尔还会带着女儿一起上班 这天在打扫泡泡吃时 女儿捡到一块昂贵的手表 小唐看到后心里仰顺手收进自己的口袋 但在收工时女儿隐晦地提醒了小唐 小唐犹豫在三最后还是将手表交了出来 窄哥对小唐的转变感到十分惊喜 当即讲了两百块给小唐 晚上小唐看着钱罐里的劳动所得 心里闪过一丝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小唐转头看向熟睡的女儿 他跟着自己没过几天好日子 小唐下定决心要赚大钱 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这天两人接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单 独居老人意外去世 但因为当时情况特殊 等子女们发现时 老人已经化作一滩血肉 粘在地板和床垫上 这一幕让见多是广的窄哥都有些反胃 怕小唐承受不住窄哥决定自己打扫 没想到小唐一高人胆大 学着窄哥上了一炷香后 强忍着恶臭开始打扫房间 也不知道是血液还是体液 在地上化成一个人形后 紧紧粘在地板上 两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打扫干净 事后窄哥带着小唐去吃烤串 看着眼里的肉小唐没了胃口 倒不是因为奇怪的联想 而是为生命的事去感到惋惜 老人活了一辈子死了却没人知晓 最后两个陌生人上门收拾清洗 把老人存在的痕迹就此抹去 小唐的感慨不禁让窄哥想到自己的母亲 近日来他忙着工作 有一段时间没和母亲联络 可等他回到家却发现 家里只有电视发出声响 母亲安详地躺在沙发上 不知在何时离开了人世 无尽的回忆涌进窄哥心里 他挣钱好像是为了母亲 又好像辜负了母亲 为了处理母亲的后事 窄哥本想推掉之后的工作 可小唐却跳出来保证 自己能独立完成所有任务 这段日子他的表现窄哥全看在眼里 便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小唐 没想到意外发生得这么突然 小唐忙着打电话应付顾客 把分装清洁剂的事交给女儿 只是转个身的功夫 就看到女儿将珍贵的清洁剂撒了一地 小唐第一次对疼爱的女儿发火生气 他知道窄哥现在缺钱用 不想因为自己的失责而丢了这单生意 便想了个以次充好的法子 用普通清洁剂完成这单生意 等窄哥回到公司 看到独当一面的小唐十分欣慰 有意邀请小唐一起做合伙人 还想把母亲的老房子清扫干净 让母女俩住进去能过得舒服点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一群海关找上门 有人举报他们使用假冒伪猎产品 现在需要进屋搜查 窄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还是先将所有责任揽在身上 把小唐贴得一干二净 晚上窄哥主动找到小唐 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唐没脸将具体原因说出来 只能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 窄哥无奈地回到公司 他原以为小唐的出现是自己希望 没想到只是转瞬即逝的光芒 他把公司砸个稀烂 还是没能疏解心中的欲解 这次清洁剂的是让窄哥吃上官司 公司关门倒闭还要赔一大笔钱 他把面包车卖了才将将凑过赔款 为了生存他找了一份大楼保安的工作 小唐也丢因为丢了工作 租不起现在的房子 只能带着女儿连夜搬走 住进一家更加逼色的宾馆 一天回家路上 窄哥看见熟悉的身影走进网吧 原来那天之后 小唐找了份网吧清洁工的工作 他跟着小唐走了进去 发现里面乌烟瘴气 还有客人当众打飞机 而小唐的女儿就在不远处 窄哥看着这一幕异常生气 拉着女儿走出网吧 看见妈妈被骂得狗血领头 女儿哭着承认 是自己打翻了清洁剂 小唐才会铤而走险 让窄哥不要再骂妈妈 窄哥听后有些心软 他想帮帮小唐母女 可自己也是泥菩萨过疆 又能帮得了谁呢 几天后窄哥的官司开庭 念在他认错态度良好 和公司倒闭的份上 只需罚款不用蹲监狱 回家后窄哥清点了所有财产 缴清所有罚款后 又拿了一部分钱给小唐 希望他们母女能度过难关好好生活 小唐知道后主动找的窄哥 表示会努力工作分期还款 他也是在这一刻才认识到 以往的自己有多么任性妄为 他抱着窄哥哭得稀里哗啦 感谢窄哥给了他重货一次的机会 17岁女孩被43名禽兽轮流侵犯 结束后她浑身贪软无助地趴在地上 房间里回荡着她微弱起绝望的哭声 但侵犯她的人渣们不仅被无罪释放 他们的家长们还变本加厉地追到学校 强迫受辱的女孩公开道歉 要求她承认自己是狐狸精 才会引得他们儿子犯下滔天大错 这不是凭空杜撰的悲惨故事 而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现实中发生的远比影片里表现的残酷 故事围绕一个名叫公珠的女孩展开 公珠谐音公主 可惜她只有公主的名 没有公主的命 父亲沉迷酒精与赌博 赚来的钱全挥霍在里面 母亲看出丈夫的无可救药 早早抛弃这个家庭改嫁他人 两人离婚后公珠的抚养权归了父亲 可他却从未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对尚未成年的女儿不管不顾不闻不问 无奈之下公珠只能自力更生养活自己 白天在学校里认认真真学习 晚上在便利店兢兢业业打工 为了早上能多睡一会儿 她和闺蜜从家里搬出来 找了间学校附近的房子合租 空闲的时候会抱着吉他自弹自唱 公珠在音乐方面天赋异禀才华横溢 说不定哪天就能出道成为顶流爱豆 生活就这样艰苦而平淡地过着 可是上天总会给能吃苦的孩子吃更多的苦 这天晚上公珠照常在便利店兼职 老板的儿子阿东突然闯进来 什么烟酒薯片小零食 一股脑的全塞进书包里 公珠不好意思阻拦少东家 只能默默站在一旁 看着他稍显慌乱的动作 公珠对阿东有很高的好感 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 在一起玩音乐时 总能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两人的关系渐渐变得熟络 细心的公珠发现阿东脸上总是带着瘀青 每当公珠想进一步询问时 阿东总是先一步一开视线转移话题 直到今天看到阿东把零食交给校霸才明白 原来阿东一直都在遭受校园霸凌 闺蜜在知道这件事后气愤不已 找了个机会把在学校里 欺负阿东的人全都叫到了家里 企图用一顿饭收买校霸 让他们不要再欺负阿东 但直到闺蜜被惯的不省人事 也没能从校霸嘴里听到一句同意 他们还趁机拍下了大量不雅照片 几个脑袋凑在一起对着手机点评 露出的笑容恶心又猥琐 甚至有人得寸进尺 扬言现在就要扮了闺蜜 阿东听到后想要阻拦 却被校霸的一个眼神吓得低下头 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幸好这场闹剧被赶回家的公珠制止 他站在门外大声呵斥 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否则就要报警处理 校霸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就在他们晃晃悠悠地拿起书包准备离开时 公珠的一句话又让他们起了歹念 命令室的语气让校霸感觉自己的威严被侵犯 阿东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条狗 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 还轮不到公珠指手画脚 他们当着公珠的面对阿东动手动脚 阿东依旧是那副懦弱的模样 低着头擒着声不敢回击 公珠掏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却被校霸一把抢过手机 三言两语打发掉对面的警察 他们这群人各个家境显赫 仗着有钱有事有权为所欲为 现在彻底赖在家里不肯离开 公珠只能气愤地看着他们在自己家里胡闹 突然阿东递给他一杯酒 说只要公珠喝了这杯酒 校霸他们就会立刻离开 天真的公珠信以为真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 早就被这群禽兽盯上 酒里加了些会让人贪软无力的白色粉末 公珠毫不知情地一饮而尽 之后他和闺蜜就被43个男人轮番侮辱 整个过程还被手机记录下来 期间阿东的父亲找上门来 看到屋里混乱不堪的状况 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只是安静地带着阿东离开 对禽兽们的恶行保持了沉默 事后公珠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可想象中迅速出警抓捕归案的情形并没有出现 他被高强度地审问 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讲述事情始末 最后警方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与立案 原来警察早被禽兽的家长们收买 多次审问只是拖延调查时间 好让他们能把证据处理干净 这些禽兽大摇大摆地走出警局 而他们的肆无忌惮成了 压垮闺蜜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从桥上一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年轻悲惨的一生 不久之后消息传到学校 老师和校长非但没有安慰受害者 还以维持学校生育为理由要求公珠转学 公珠不明白为什么加害者可以逍遥法外 自己却要承受生活无尽的痛苦 一个老师看不下去 找了好几层关系 才把公珠转到新学校 新学校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从痛苦中走出 过去的经历让他犹如惊弓之鸟 只要身旁有男人靠近 他都下意识地做出保护自己的姿态 其次他害怕这段经历被公之于众 周围人惊奇一样的眼光 对他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其实公珠内心还是渴望被解救的 每当他看到音乐教室里自信张扬的同学时 也曾想过推开门走进去 去再唱一次自己最爱的歌 但他最终还是选报了游泳课 或许他也害怕自己承受不住压力 做出和闺蜜一样的选择 学游泳还能给自己一条退路 只是想上游泳课必须要做身体检查 公珠再三和护士强调要女医生 可最后迎接他的还是为男医生 尽管男医生态度温柔手法专业 但他对异性的触摸万分抵触 强忍着恶心才把检查做完 公珠很努力地积极面对生活 可生活总爱和他开玩笑 一次次在不经意间揭开他的伤疤 他找到许久未见的母亲想得到安慰 却发现母亲只顾着新家庭 早已忘记自己还有个女儿 看到突然造访的公珠 下意识地以为他是来要钱的 两人没有说些什么话 母亲先站起身塞给公珠几张票子 让他以后都不要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公珠攥着手里的钱 心里的绝望又加深一分 幸好时间是一切伤口的良药 公珠逐渐适应新学校的生活 在每次课后淋浴时 公珠会趁着四下无人放声歌唱 恰巧被同班同学听到 录下来分享给乐团其他成员后 他们兴奋地邀请公珠做乐团主唱 这是公珠离音乐梦想最近的一次 可他不仅没有多开心 反而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删掉音频 公珠的态度没能打退他们 反而激起一丝好奇 想知道公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靠近公珠 公珠封存的内心也渐渐产生裂缝 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公珠还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将自己过往的经历说出 这之后的公珠好像放下了很多 他变得越来越活泼开朗 一切似乎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被苦难包围的人连快乐都是短暂的 公珠的亲生父亲突然找上门来 难得地带公珠在餐厅吃饭 父亲一个劲地抱怨着生活不易 对女儿的近况不闻不问 似乎不知道最不易的是女儿 饭后最熏熏的父亲 拿出一份协议书让公珠签字 出于对父亲的信任 公珠没有仔细查看内容 便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不知道的是父亲也是个人渣 和侵犯他的人达成协议私吞赔款 刚刚签下的文件便是谅解书 不仅如此 他还把公珠新学校的地址 告诉了禽兽们的父母 他们一窝蜂地冲进教室 围着公珠大声嚷嚷着 让他也签下协议书 见他无动于衷 还骂公珠是个不知好歹的狐狸精 要不是他的有意勾引自己的儿子 又怎么会犯错 好心的同学叫来班主任 公珠趁机从教室跑出去 偌大的校园里 没有公珠的容身之所 他跑到无人的昏暗教室 蹲在角落小声戳起 门外是四处寻找大声咒骂公珠的家长 新学校的校长出面摆平了 这些蛮不讲理的禽兽父母 但同样也做出了让公珠修学的决定 加害者堂而皇之受害者无处可逃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公珠打电话给父亲想问问他为什么 可耳边传来的却只有唱歌碰杯的声音 他想把事情全部放到网上 借助舆论的力量为自己平反 却发现这件事早已被人发布 网友们的评论和对受害者的指责 让公珠更加绝望 最后他把电话打给了 学校里玩得最好的朋友 可此时的他们在网上看到了 公珠被侵犯的视频 凄惨的画面和不觉于耳的乌言会语 让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 他们同情公珠却不知道 要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公珠 因而在看到公珠的来电时 没有一个人选择接听 在公珠看来他们的沉默 不过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抛弃罢了 公珠像是专门来人间受苦的 43个禽兽的轮番侵犯 禽兽家长的逼迫与指责 旁观者的恶意揣测 母亲的抛弃 父亲的被刺 闺蜜的沉默 她无数次想要从深渊中探出头呼吸 可每次都被更用力地拍回谷底 她终于对这个世界心灰意冷 一个清风微服的早晨 川流不息的人群中 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女孩从桥上一跃而下 冰冷的河水将小小的公珠淹没 这一刻她才知道即使学了游泳 但在庞大湍急的河流面前 自己的挣扎都显得那么无济于事 就像她在现实生活里做的一切努力那样 灯光昏暗的地下室 少女主动掀起校服裙摆 红色的灯光让气氛变得暧昧 身后的男人主动还上她的腰 用胶带将一排最新款苹果手机 一圈又一圈地缠在女孩的腰上 女孩则要将这些手机悄悄带回深圳 他们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客 故事发生在2004年的香港 笔试港版苹果手机 限于国行版上市 加之关税等各项原因 整体价格比内地便宜不少 敏锐的商人从中嗅到商机 专门走私港版苹果手机 拿到内地市场上销售 依靠信息差和价格差 不少人赚得盆满钵满 这么光明正大的违法行为 自然也引起了海关的关注 为了提高带货过关的成功率 不少老板选择找学生帮忙带货 当时有一批特殊的跨境学童 他们每天穿梭在深港两地 女高中生佩佩就是其中一员 她的父亲是香港普通的工薪阶层 母亲没拿到香港身份 只能住在义和之隔的深圳 两人的感情很快因为聚少离多而消散 在佩佩读小学那年彻底分开 父亲很快又在香港重新组建家庭 母亲沉迷麻将和男人很少管教佩佩 爹不疼娘不爱佩佩的心就像扶贫 只能四处漂泊找不到安全的港湾 唯一的慰藉便是在学校认识的闺蜜佐儿 佐儿家庭条件优渥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悬殊的家境没能阻碍两人成为最好的朋友 他们约好圣诞节一起去日本度假 住在开窗极建雪景的豪华酒店 一边泡滚烫的温泉一边喝清烈的清酒 闺蜜肆意畅想着美妙的假期生活 可这个约定却让家境贫寒的佩佩陷入窘境 她不好意思让佐儿承担所有开销 只能在刻余时间打点零工攒钱 每晚放学后都跑去餐厅兼职 大唐经理见她年纪小长欺负她 背黑锅挨骂不说还以各种由头客扣工资 一个月下来拿到手的工资不过几千块 这点钱连一张去城机票都买不起 没办法佩佩只好拉下脸去找父亲要点零花钱 父亲也是个普通工人还有新家庭要养 手头根本不宽裕即便如此她还是 包了两百元红包给佩佩 佩佩望着父亲瘦弱辛劳的背影 想去旅游的话耿在喉咙怎么都无法说出 她只能自己再想想办法多挣点钱 佐儿见她最近总是闷闷不乐 便拉着她一起逃课去参加游艇派对 还将新交的男朋友阿豪介绍给她认识 看着周围自在喧闹的富二代们 一阵自卑感涌上佩佩心间 她和他们是如此格格不入 九过三巡大家玩起大冒险 输掉的人必须接受一项惩罚 旋转的九瓶停在佩佩面前 她的惩罚是游艇跳水 她脱掉外套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其实佩佩根本不会游泳 这么果断只是因为不想 被大家认为玩不起 她无力地飘在海底 海水肆意涌进她的鼻尖 眼看就要逆亡在海底时 阿豪猛地跳进水里将她捞起 派对至深夜才结束 左儿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佩佩掺着她慢慢走向车里 无意间看到阿豪偷偷摸摸的 拿了一包东西给一个男人 她的注意力还在左儿身上 便没有多问 晚上她如往常一样过关回家 却看到一个四眼仔 被海关拦着抽查 这个四眼仔正是 刚刚收阿豪东西的男人 海关察觉出她身上有些不对 四眼仔不肯配合检查 把腿就跑 路过佩佩时 还将一袋东西塞进她的怀里 佩佩不敢过多停留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到家后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 几部最新款苹果手机 佩佩一下就猜到 阿豪这些人做的是什么生意 就在这时阿豪打来电话 给了她一个地址 要她明天把货送过去 第二天佩佩按照阿豪的指示 如约把手机带到交易地点 街头人还给了佩佩一大笔钱做小费 佩佩第一次知道原来做水客这么赚钱 想到还没着落的机票 她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佩佩主动找到阿豪提出自己也想做水客 当晚阿豪就把佩佩带到出租屋内 这里的掌权人名叫花姐 手下一群小混混都是水客 对新来的佩佩很是欢迎 一顿入伙饭后就算正式打入内股 花姐得知她拿香港身份证 还是跨境学童后很满意 当即便让手下拿两部手机给她试水 第一次带货过关的佩佩很紧张 在关口做了几个深呼吸后才赶进去 她戴上耳机隔绝一切外来声音 神色匆匆脚步慌乱的埋头前进 突然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佩佩的心被吓得差点跳出来 幸好来人只是妈妈的朋友 在和阿姨的说说笑笑中顺利过关 佩佩终于松了一口气 把货交给买家后轻松入账400元 日新比她在茶餐厅打工高多了 尝到甜头后佩佩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靠着身上的校服做掩护 带过关的手机越来越多 拿到的报酬也越来越厚 赚购度假经费指日可待 她变得越来越忙 连带着阿豪也忙碌起来 两人和佐儿见面的次数骤然下降 幸好佐儿最近忙着出国留学的事 没空细想佩佩和阿豪之间的关系 还开玩笑式地对佩佩说 等自己出国了就把阿豪让给佩佩 佩佩对这句玩笑话动了针 忍不住在脑海里幻想 和阿豪在一起的生活 心乱了脑子也跟着不清醒 在一次送货途中 佩佩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地铁轨道 呼啸而过的列车将手机屏幕碾碎 她只能在过关后找修理店的人帮忙维修 内地还没上市的新款手机 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围着缠着佩佩要花高价买下 佩佩慌得连一句拒绝的话都差不上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阿豪再次上演英雄救美 一把将手机夺走 连同佩佩一起 带出虎库狼窝 在一家熟人维修店顺利修好手机 阿豪的举动让佩佩对她的崇拜又加深一分 为了感谢阿豪的解围 佩佩时不时会去阿豪打工的餐厅帮忙 阿豪也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起了兴趣 带着她来到自己的秘密基地飞蛾山 这里可以将香港夜景尽收眼底 两人对着山下大喊发泄 又对着流星前程许愿 像是来约会的情侣一般 两人的脑袋也越凑越近 就在即将吻上的那一刻 佩佩猛然清醒落荒而逃 她不敢做背叛佐尔的事 之后阿豪私下接了一单生意 带着佩佩准备开船过境 没想到准备不充分 船在半路上熄火抛锚 卡在路程中间很是尴尬 阿豪急得不停打电话寻求帮助 而佩佩则很享受这一刻和阿豪的独处 阿豪的一夜未归终于引起佐尔的注意 对佩佩说她怀疑阿豪外面有了人 佩佩有些心虚地笑笑不知如何开口 另一边花姐十分欣赏佩佩的聪明大胆 说要让她跟着自己做一扇大生意 一旁的小弟心领神会地掏出手枪 佩佩被吓得有些猛 花姐用高额用金鼓励她 言语间露出威胁的意味 什么夸赞和认干女儿 不过是对佩佩的捧杀 一旦她失去利用价值 就会被迅速吃干抹尽 佩佩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阿豪一把夺过手枪 主动接下这单生意 同时苦口婆心地劝告佩佩 走私手机顶多罚款 走私枪械可是要坐牢的 花姐他们眼里只有钱 如果再跟着他们坐下去 一定会毁了自己的人生 她让佩佩尽早金盆洗手 可佩佩根本听不进去 两人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祖儿也终于发现了 佩佩与阿豪之间的不对劲 如果我跟阿豪上山顶 那个女生是不是你啊 答我啊 我才是她女朋友啊 你问自己谁啊 你跟阿豪几次啊 祖儿一个劲地逼问 佩佩不能将帮花姐带货的事说出 只能提到两人的日本之约 没想到更加坐实了祖儿心中的猜想 她把去日本的鸡票撕碎对着佩佩大骂 佩佩被骂得受不了火一下冒出头 上前和祖儿扭打在一起 她有些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明明最初只是想赚够去日本旅游的钱 现在钱是赚够了却把祖儿弄丢了 她伤心欲绝想找父亲倾诉 可父亲只顾着陪伴新家庭 看到窗外的佩佩就扭过头当没看到 而母亲又被男人骗了一大笔钱 还被无情的男人狠狠推倒在地 佩佩想上前帮忙却被母亲抱在怀里 我把钱不要 都给我滚 佩佩不懂为什么她的生活总是这样 没有一处顺心值得高兴的地方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许久未联系的阿豪突然打来电话 阿豪受够了花姐的野蛮大道打算担干 首先想到的就是经验十足的佩佩 干成这扇大生意 她就能盘下仓库独立门户 因此她非常恳切地希望佩佩能助她一臂之力 想到阿豪之前数次的挺身而出 佩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她跟着阿豪来到一间仓库 昏暗的灯光让气氛变得暧昧十足 阿豪将一排苹果手机缠在佩佩腰上 两人靠得很近呼吸间都是 少男少女的荷尔蒙气息 两人尽力克制着不去戳破最后一层杀 佩佩从未带过数量如此巨大的手机 一旦被查到不仅要坐牢 甚至还可能被开除 她用外套微微挡住身体 额头冒汗呼吸急促地前进 眼看即将到达终点 突然眼前伸出一只手 你 站住 幸好叫的是佩佩身后的旅客 佩佩有惊无险地走出海关 外面正下着磅礴大雨 佩佩没有带伞只能努力奔跑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交货地点 刚一敲门就被一只手拽了进去 花姐正坐在最里面看着佩佩 阿豪则满脸欲轻地蹲在角落 手下人的小心思 怎么可能瞒得过花姐 她干脆将计就计 带过来就把货吃掉 带不过来也能报了丝绸 怎么样都不算亏 就在花姐准备对佩佩动手时 一群警察冲了进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纵使手段在高明 也逃不过警方的眼睛 他们的窝点一早被盯上 只为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一网打尽 佩佩站在原地有点庆幸 庆幸自己的水客生涯终于结束 花姐等人被捕入狱 佩佩因是未成年人且是出犯 取保候审后就被放了出来 她回到家和母亲一起过回平静的生活 冬日照常来临她没有去日本看雪 而是和母亲一起登上飞蛾山 她俯瞰着香港的全景 将梦一般的往事彤彤一望 动手术时麻醉突然失效怎么办 这个男人被推进手术室 一针麻醉缓缓注入体内 理论上不出三秒 他就该沉沉睡去 可这里毕竟是充满意外的电影世界 男人发现自己的意识依旧无比清醒 点拂擦拭身体的冰凉触感 医生动手术前的插科打混 就连空气中的酒精味道 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唯有身体动弹不得 想喊声救命都做不到 原来麻醉医生是个无敌酒鬼 连胶台间隙都忍不住喝上两口 酒精麻痹大脑一时搞错了剂量 才导致男人如今一时清醒身体昏迷的情况 可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护士用胶布蒙住他的双眼 将气管插进嘴里 紧接着盖上遮布 感受到手术即将开始 男人无比慌乱地在内心连忙大喊 可惜那喊无法穿透胸膛 锋利的手术刀精准落下 划开男人的前胸 一个穷的只剩下前的富二代 年轻有违长得还帅 说是上帝的虫也不为过 可惜虫身上也有残缺 阿雷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必须长期服药才能维持生命 目前除了心脏移植手术 再无其他痊愈的方法 可偏偏阿雷的血型全球罕见 要想找到适配的心脏简直难于登天 幸好他是有点超能力的大富翁 靠着源源不断地珍惜药物苟活至今 有钱真好患重病都能活得如此轻松 母亲早早为他预约好享誉全球的心脏专家 只要一有适配的心脏马上就能安排手术 但叛逆的阿雷拒绝了母亲的贴心安排 他想让好极有小黑做自己的主导医生 小黑也是一名心脏方向的外科医生 尽管他身上背着四起医疗纠纷案件 但阿雷还是选择无条件相信小黑 因为只有小黑能懂他 内心深处对手术的恐惧 还会在他情绪低谷时安慰鼓励他 可哪个母亲会拿自己孩子的心灵冒险 阿雷不想和强势的母亲争辩时去地闭上了嘴 因为父亲英年早逝 这么多年都是母亲一人 独自打理庞大的家族产业 这么多年的雷厉风行 让他习惯把一切都掌控在手里 其中自然也包括儿子阿雷 阿雷长期生活在母亲的打压下 根本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 直到他遇见女友莎莎 莎莎是母亲的助理 长相甜美性格温柔 还格外的善解人意 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和无法自拔 可爱与两人身份地位的差距 阿雷一直隐瞒着两人的真实关系 因为一旦公开必定会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 两人在外面一直假装不熟的同事 在大街上碰见也只能微微点头示意 这样滑稽的情况持续近一年后 莎莎先一步承受不住了 自己明明是正牌女友 为什么要一直活在阴影之下 莎莎含着热泪在雨中哭诉 可怜的模样让阿雷心疼坏了 当即就把莎莎带回母亲家 果不其然母亲知道后怒不可恶 大骂莎莎就是个狐狸精 把自己儿子的魂都勾走了 母亲勒令两人立刻分手 阿雷的叛逆气到了说什么都不听 执意要和莎莎结婚共度余生 母子二人欲吵余烈 最后母亲只能亮出底牌 让阿雷幸福二选一 要女友还是要妈妈 阿雷但凡犹豫一秒都是对莎莎不够爱 她带着莎莎走出家门 这是她在长期压迫下的第一次反抗 显然莎莎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莎莎的善解人意让阿雷心头意满 她要连夜和莎莎举行婚礼 把还没睡的小黑喊来做正婚人 虽然没有鲜花钻解 也没有华丽的婚纱 就连正婚人都还要兼职观众 但莎莎还是感动不已 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正所谓好事成双 就在两人结婚后不久 完美适配阿雷的心脏缘找到了 阿雷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 想让小黑尽快为自己手术 没想到却在这里撞见了母亲 不过大型移植手术通知直系亲属也很合情合理 母亲直至现在仍在距离力争 希望阿雷能听从自己的安排 可阿雷心意已绝不是小黑主刀 她连手术都不愿意做 母亲没了办法只能同意 阿雷换好手术服被推进手术室 一针麻醉剂打入体内 本该陷入昏迷的她却亦是清醒 可惜内心活动是无法 让小黑察觉到异常的 她毅然决然地拿起手术刀开始手术 阿雷的胸膛被锋利的手术刀划开 痛感从头传到脚趾可她却无法挣扎 哪怕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 为了缓解钻心般的疼痛 阿雷开始回忆和莎莎的甜蜜日常 可阔胸气扒开胸膛的声音 又将她从回忆中拉出来 没想到这样的痛苦都没让阿雷昏过去 她硬生生挺到替换心脏登场 见手术进行得如此顺利 麻醉医生忍不住出去喝口酒庆祝 可她前脚刚刚离开手术室 小黑他们就换了一副嘴脸 原来手术室内的医生护士早已串通好 要在手术中杀掉阿雷 再伪装成医疗事故逃脱责任 继承阿雷名下的巨额财产 阿雷怎么也想不到昔日好兄弟 居然是谋划杀害她的主谋 前所未有的求生欲创造奇迹 被麻醉的病人居然能动了 她扯掉胶部拔掉气管 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爬起来 可回头一看却发现自己 仍旧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原来她只是灵魂出窍 可怜的肉体还在昏迷 她飘出手术室想搞清一切 刚好在走廊碰见莎莎 可无论她怎么说莎莎都听不到 脸上的表情也有些不对劲 她似乎十分清楚手术室里的阴谋 紧接着阿雷来到小黑的办公室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 令她大为震撼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正是手术室里 要她命的几个人 照片角落里坐着的人 还是她朝夕相处的妻子 原来她们早就认识 而此时莎莎也跑进手术室里 催促着几人快点动手 看来莎莎不仅是参与者 还是计划的策划者 阿雷也从莎莎和小黑的对话中 了解到整件事情的始末 原来她们曾经共属一个医疗团队 但由于小黑的几次操作失误 导致整个团队背上巨额债务 当小黑无意间得知 富二代阿雷要做换新手术时 脑海里闪过一个恶毒的计划 她先让女友改名为莎莎 随后让她从医疗团队离职 去阿雷家的公司应聘助理 继而成为阿雷的女友 在两人的精心策划下 单纯的阿雷很快沦陷 在莎莎的温柔乡里 而自己则成为阿雷的好基友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 阿雷的友情和爱情都被两人拿捏 直到阿雷和莎莎结婚领证 并决定小黑做自己的主刀医生 这个计划便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只要阿雷死在手术台上 莎莎立刻就能光明正大的 继承阿雷名下的巨额遗产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小黑犹豫了 听着他们的对话 阿雷后悔不已 眼前浮现出手术前 母亲苦口婆心劝说自己的情景 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因为她的心脏正被慢慢取下 她的灵魂也随之感受到 非同一般的疼痛 可当要给新心脏注射毒素时 小黑却有些犹豫地停下动作 看见毒素全部注入心脏 莎莎这才满意地离开 莎莎无情的话让阿雷落下伤心的泪水 与之相反莎莎想到即将要继承巨额遗产 嘴角扬起的笑容简直比AK还难压 可她在看到阿雷母亲的那一刻 莎莎影后附身马上换成一副担忧的模样 竭力安慰母亲让她不要担心 随着毒心脏被放入体内 阿雷也正式宣告了死亡 当她的灵魂回到手术室时 看到的只有已经凉透的自己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坐在壁炉前抽上最后一支烟 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随着医院宣告她的死亡 灵魂周围的灯也渐渐熄灭 可没过多久灯又重新亮起 母亲温柔地安慰她 可能和灵魂对话的也就只有灵魂了 难不成母亲也死了吗 果不其然在餐厅的角落里 发现了服药自杀的母亲 原来她早就察觉出这场手术不对劲 莎莎好像和这个医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医院的设备熟悉也就算了 连医院的人事变动都了如指掌 趁她离开的间隙 母亲悄悄打开她的背包 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信件 地址写的全是这家医院 可收件人却不是莎莎 莎莎费尽心机接近自己的儿子 安排这场手术必定是个大阴谋 小黑宣布阿雷的手术失败 也印证了她的猜想 可她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追究责任 麻醉医生告诉她儿子的体外循环还在继续 只要现在能找到适配的心脏进行手术 就还有一丝醒过来的可能 这个世界上离阿雷最近 最可能适配的心脏只剩下一颗 母亲望向自己的胸膛做下决定 她要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命 她先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专家朋友 接着抓起一大把药塞进喉咙自尽 很快她就被推进手术室 她的心脏很适合阿雷 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可阿雷却有些承受不住这样沉重的爱 母亲鼓励阿雷带着她的心脏好好活下去 另一边小黑等人被赶来的警察一一逮捕 事到如今莎莎仍不知悔改想陷害小黑 莎莎的话让小黑勃然大怒 她把莎莎关在门内 注射器上也有莎莎的指纹 她无论如何都逃不掉 最后小黑一伙人被警察悉数抓捕 母亲的灵魂和阿雷做了最后的告别 阿雷睁开眼 她要带着母亲的心脏好好地活下去 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 杀人容易抛尸难 不留痕迹的跑路更难 可这个小伙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用船桨拍扁富二代好友之后 她没有选择当机跑路 而是坐在岸边 看着小船和尸体 一起慢慢沉浸海底 接着假冒富二代回豪华酒店开房 再用她的名义去银行取了一大笔钱 出入各种高端场所在里面花天酒地 连富家小姐都被小伙吸引主动搭讪 小伙名叫瑞普利是个顶级模仿天才 钢琴她只需听别人弹一遍 就能立刻复刻出来 签名只需瞄上一眼 就能模仿得一模一样 下笔轻重分毫不差 连笔记鉴定专家来了都束手无策 不过她最厉害的还得是模仿别人说话 先来听听原版是怎样说话的 而瑞普利的模仿则是这样 起初这项天赋并没能改变她窘迫的生活 她还是只能在餐厅里端端盘子 在厕所帮别人刷鞋赚些生活费 直到这天她才遇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瑞普利正如往常一样做兼职时 一个顶级富豪看见她身上的名校校服 便主动上前和她聊了两句 因为富豪的儿子迪基也在这所大学 还问瑞普利两人认不认识 瑞普利连小学都没毕业 当然不可能认识什么迪基 这身校服只是从朋友那里借来撑场面的 但为了不错过结识富豪的大好机会 瑞普利立刻暧昧不清地回答道 一个简单的反问实则心机满满 既暗示自己认识迪基 还能借此打开富豪的话匣子 用几番交谈加深富豪对自己的印象 果然没过几天富豪就主动找上他 希望瑞普利能去一趟意大利 帮他把顽劣的儿子带回家 不仅包鸡酒等一切开销 事成之后还会再给一笔丰厚的报酬 瑞普利听后脸色大变 他都不认识迪基 更别说把他找回来 他正要开口拒绝 没想到富豪转身就走 根本不给瑞普利开口的机会 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回家后着手调查关于迪基的一切资料 得知对方最大的爱好是爵士乐时 瑞普利像是找到了突破口一般 一天塑成了爵士乐的相关知识 等一切准备就绪他才坐上 富豪安排的飞机来到意大利 根据此前调查的信息 瑞普利很快就在一处沙滩上找到迪基 他以迪基校友的身份上演一场偶遇大戏 但迪基连学校都没去过几次 更别提认识什么校友 他对送上门的瑞普利有些爱达不理 瑞普利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 好在有迪基的未婚妻马迹出来打圆场 还邀请瑞普利一起共进午餐 餐桌上瑞普利露了一手自己的模仿天赋 学着富豪的模样对迪基说话 这个模仿一下挑起了 迪基对瑞普利的兴趣 正当他想更进一步时 瑞普利来了一招以退为进 直接表明自己是 富豪找来劝迪基回家的 迪基一听脸变得比锅底还黑 让瑞普利从哪来的回哪去 自己是不可能和他回家的 瑞普利早料到迪基的反应 他收拾好行李洋装和迪基告别 但就在转身离开时 他一个不小心弄掉手提包 恰好调出几张迪基最喜欢的爵士乐唱片 这种异国他相遇知己的感觉 让迪基瞬间上头 不仅不再赶瑞普利走 还强烈要求他留下来 晚上两人走进一家爵士乐俱乐部 迪基从未见过与自己如此合拍的人 对瑞普利的相见恨晚之情 简直快要一出屏幕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不过是 瑞普利接近自己的计划 瑞普利知道迪基 肯定不会和自己回家 与其直接被赶走赚不到一分钱 不如和迪基成为朋友 赚父子二人的双份报酬 这个计划果然很成功 没过多久迪基就让瑞普利 住进自己的大别墅 瑞普利一边赚着富豪的寻子经费 一边跟着迪基吃喝玩乐 体验各种有钱人专属娱乐项目 社迷生活迷人眼 他沉迷在这种生活中无法自拔 会在不知不觉间模仿起迪基的动作神态 甚至还会趁着迪基不在家 偷偷穿上他的衣服过瘾 瑞普利以为自己 走进了迪基的生活 却不知道他只是迪基 无聊生活中的一个乐子 当迪基的老朋友出现时 瑞普利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迪基的其中一个朋友胖子 在听说瑞普利跟着迪基 白吃白喝近一个月后 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嘲笑他不过就像只记生虫 迪基觉得胖子说的话很有道理 不自觉地拉远了和瑞普利的距离 瑞普利原以为只要熬到胖子离开 自己就能再次获得迪基的宠爱 可没想到迪基早已有了送走他的想法 这天两人一起出海游玩 突如其来的独处空间 让瑞普利很是开心 他兴致勃勃地对他说着未来的计划 没想到迪基却突然发难 瑞普利被迪基的话激怒 将迪基做的肮脏事全部说出 迪基恼羞成怒冲向瑞普利 瑞普利再也忍受不住 迪基喋喋不休的指责 瑞普利超过船桨一下又一下 重重地砸在迪基头上 直至迪基没了呼吸才停下动作 瑞普利慌乱地爬回岸边 看着渐渐沉默的船和尸体 他颤抖着身体不知所措 慌慌张张地回到酒店 准备收拾东西跑路 可前台的一句话 让他有了个绝妙的计划 之前对迪基日积月累的模仿 在这一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外人已经难以分辨他和迪基 瑞普利灵光一闪决定顶替迪基 以他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 首先要做的就是斩断与熟人的联系 他按照迪基的口吻 连夜写了一封分手信 在模仿迪基的字迹签上署名 塞进香水盒子里送给瑪吉 看着熟悉的口吻说着无情的话 马吉伤心欲绝痛斥迪基渣男 瑞普利竭力安慰心里 却闪过一丝窃喜 接下来他还要伪造迪基还活着的假象 他带着迪基的行李赶到罗马 分别以两人的名义 入住不同等级的酒店 此后便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 将前台作为中间人 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营造出迪基还活着的假象 两大麻烦终于解决 瑞普利放飞自我 肆无忌惮地花着迪基的钱 定制各种西服包包 享受专人思想服务 还以迪基的身份 结识了一位富家千金 意外常在人得意忘形时出现 这晚瑞普利和千金去看歌剧 在中场休息时撞到一个男人 而他恰好是马吉今晚的男伴 瑞普利瞬间慌了神 摘下手中的戒指戴上眼镜 回到熟悉的瑞普利模样 他洋装上厕所准备离开 却被马吉抓住询问迪基的下落 他不甘心被一封信分手 必须要找迪基当面谈谈 瑞普利哪里敢跟他多说话 毕竟千金就在附近 要是两个女人此事碰面 瑞普利辛苦营造的身份就会被揭穿 他只能先稳住马吉 约好明天十点咖啡馆详谈后转身离开 然后又摘掉眼睛戴上戒指 随便找个理由带走千金 下车时瑞普利记上心头 也约他明天十点咖啡馆见面 自己则躲在不远处暗中观察 事情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发展 马吉以为迪基有了新欢才抛弃自己 而千金则以为迪基是利用自己 摆脱前任未婚妻的纠缠 两个女人各自脑补一场大戏后 都对迪基这个渣男彻底下头 一下摆脱两个麻烦 瑞普利开心得不得了 他租下一个豪华公寓 准备好好庆祝一番时 麻烦又一次找上门来 这次来的人是迪基的胖子朋友 两人约好去滑雪 迪基却迟迟没联系他 胖子察觉出不对劲 通过关系查到了迪基的住址 敲响门却只看到瑞普利一人住在这里 房子还布置成迪基绝不会喜欢的模样 胖子意识到迪基很可能遇害 而杀害他的人就是瑞普利 奈何自己没有证据 只能动动嘴皮子 嘲讽瑞普利审美迪基 在离开是偶遇房东太太 当胖子看到房东太太 对着瑞普利喊出迪基的名字时 胖子所有的猜想都得到印证 他冲回房间想找瑞普利对质 为了自己来之不易的优渥生活 瑞普利现一步下手杀了胖子 他扶着瘫软的尸体准备抛尸 却遇上路人 瑞普利当即发挥出自己的模仿才能 两个不同声线的对话 营造出搀扶罪汉回家的模样 成功骗过不知情的路人 他将胖子的尸体扔至荒郊野外 没想到第二天警察就找上门来 先是调查胖子被杀害的事 瑞普利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说辞从容应对 紧接着警察又说起海边的沉船 瑞普利明显有些慌乱 他知道自己瞒不过一事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一招惊蝉脱俏 他先是用狄姬的口吻写下一信给自己 表示自己杀了胖子之后终日惶恐不安 决定以死结束自己的罪孽 之后还刮花了护照上的照片 不仅能让人彻底认不出狄姬的样子 还表现出狄姬精神崩溃为罪自杀的假象 在他的精心安排和无懈可击的模仿下 警察很快相信了这一番说辞 认定狄姬已经自杀 瑞普利轻而易举地逃脱了追捕 之后他来到威尼斯 狄姬撞见的男人相同的兴趣爱好 让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正当瑞普利以为生活再次幸福起来时 麻烦又一次找上门来 狄姬的富豪父亲太了解 儿子是个什么德性的人 他可能杀人但绝不会自杀 更何况谁会在自杀前 还从银行账户里取一千块呢 重重一点让富豪直接找到私家侦探 重新彻查狄姬自杀和胖子被杀害的事 瑞普利文言彻底慌了 难道自己辛苦不下的局就此结束了吗 这边麻烦还没解决 另一头马吉又找上门来 他在瑞普利家里发现了 当初二人的订婚戒指 瑞普利此刻相当后悔 后悔不该贪小便宜留下戒指 马吉好像抓到把柄一般 脑补一出瑞普利杀人的大戏 转头就将发现和猜测告诉富豪 富豪支走马吉表示想让 侦探和瑞普利单独聊聊 瑞普利顿感大事不妙 自己奢迷生活怕事要结束了 没想到侦探上来就让瑞普利开个家 只要他愿意保守迪基潜逃的秘密 瑞普利满脸猛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迪基从小就有暴力倾向 长大后更是猖狂妄为 曾经还把同学打成终身残疾 富豪为了保护儿子才把他送到意大利 没想到儿子一走就不肯回来了 再听到他的消息便是畏罪自杀 富豪才不相信这套说辞 坚信儿子是杀了人但畏罪潜逃了 瑞普利手里的戒指便是封口费 富豪为了自己和家族的颜念 又一次帮儿子善后 他给了瑞普利一大笔钱 希望他能带着这个秘密离开别再回来 瑞普利做梦都想不到事情还能这么发展 他又一次成了小富豪 带着彼得一起到处游山玩水 只是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快 在一次邮轮之旅上 瑞普利遇见了之前的富家千金 和千金相处时的嫡机 与彼得一起时的瑞普利 双重身份在此刻又一次碰撞 如果身份被揭穿自己的美好生活将又一次破碎 无奈之下他只能再次痛下杀手 不过千金身边还有家人陪伴 瑞普利只好将魔爪伸向孤身一人的彼得 他走进彼得的房间 将头轻轻靠在彼得的背上 彼得是他不堪龌龊的人生中唯一纯洁的光芒 他听着彼得滔滔不绝地夸赞 眼里流出痛苦的泪水 等镜头再亮起时 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彼得的身影 只剩下瑞普利待坐在床边 邮轮遇到风浪猛烈晃动 大门也随着动作缓缓关上 连同瑞普利好不容易打开的心 一同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小黑屋中 原来是学校的林老师见天色已晚 不放心几人的安全想送他们回家 等他们都上车后林老师注意到 副驾驶女生身上穿的超短裙配黑丝 明显不符合学生身份的穿搭 让林老师忍不住啰嗦了两句 女孩也在教会声中低下了头 谁曾想第二天女孩就出了事 尸体在一处河堤被发现 腿上的丝袜已经被撕破 身上满是受虐的痕迹 连嘴角都被扯出个巨大的口子 警方对这起案件很重视 经过一番走访调查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他们来到学校找到了正在上课的林老师 我们是分局的 有个案子需要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之后当着全校失声的面 将林老师考上警车 此刻的她还有些猛 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直到坐在审问室里她才知道 昨天坐副驾驶的女孩赵婷惨遭谋杀 林老师的脸上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好像是没想到生命如此一岁一般 面对警方的审问她积极配合 将所知道的全部说出 昨晚她在下班路上看到四个结伴回家的女孩 出于安全考虑提出送她们一程 女孩们陆陆续续地在家附近的路口下车 而赵婷恰好是最后下车的那位 林老师的供词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除了已死的赵婷根本没人能 证明她话里的真与假 幸好还有行真与法医 经过检验和比对发现 赵婷体内的DNA与林老师并不相符 也就是说杀害赵婷的凶手另有其人 由于证据不足林老师很快就被警方放出来 可惜法律意义上的无罪并不能改变人心的成见 对林老师的道德审判才刚刚开始 隔天她照常回到学校教书 却发现周围的同学和同事都用一样的眼光打量她 她被当中带走调查的事 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 都说她才是杀害赵婷的真凶 不过后台硬得很连警察都能搞定 赵婷的父母尤为艰辛 跑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大闹一番 骂学校滥用职权包庇禽瘦不如的罪犯 她在同事们的帮助下 实在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赵婷父亲的大闹很有效果 校长决定给林老师放一段长假 林老师知道避风头是如今最好的选择 纵使不情愿也听从校方的安排回家休息 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 女友竟然也在怀疑自己 话里话外都是打探的意味 我妈还说呢 叫我注意点你 怕你也真是个变态什么的 你不会真的做那些事吧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女友的回答让林老师怒火中烧 当即停下车把女友赶了下去 亲密爱人的怀疑让她倍感委屈 但也算自己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真正让林老师不甘和愤怒的是 因为她而无辜被连累的家人 林老师早年离异独自抚养女儿婷婷长大 家里还有一位年事已高身体欠家的母亲 她的是让婷婷在学校成了重视之地 不明真相的同学为了心中的正义 光明正大的霸凌婷婷 更有甚者直接闹到了家里 一顿打砸墙把好好的家 硬生生变成了土匪窝 看着哭得泣不成声的女儿 和一片狼藉的家里 林老师只能又一次来到警局 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 真正地还自己清白 同时她也清楚 警察查案有流程讲证据 等他们抓到凶手 都不知道要到哪年那月 填不住人人自主 林老师决定自己调查抓出凶手 洗清自己身上的污水和冤屈 她来到发现尸体的小河边 河流冲刷掉大部分痕迹 她没能找到什么有用的证据 林老师只好再往远处看 来到附近的村庄打探情况 从几个村民口中得知 有个叫李雀子的男人 常在附近的河边放牛 也许他那天有看到什么 林老师根据村民给的地址 找到李雀子家 这次终于打探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李雀子说那天天快黑的时候 他牵着牛去喝水 隐约听到树林里 传来女孩的哭喊声 李雀子一开始以为 是自己听错了就没多在意 之后他还看到树林里 有个穿连帽山形迹可疑的威猛男人 出于安全考虑李雀子 并未上前查看 婴儿也不知道男人的模样 只知道他最后 骑了一辆黑色摩托车离开 根据李雀子的说法 林老师断定茂山男 很可能就是杀害赵婷的真凶 之后林老师又找到 当天一同搭车的三人 他们平时就要好不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 谁知女孩一看到他 就冷着脸躲回屋去 林老师鼓起勇气 进去想找家长了解情况 家长认定凶手就是林老师 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 反而被林老师的解释惹怒 猛地站起来大声咒骂他 问他知不知道 都因为他做的肮脏事 孩子现在都不愿去上学 见林老师还在逼问自家女儿 女孩爸爸一怒之下 将林老师推倒在地 额头磕在地上流了很多的血 他满脸失望地看着女孩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摇摇晃晃地离开女孩家里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只好又开着车来到案发河边 似乎是老天终于眷顾可怜人 林老师在河边看到了一辆 和李雀子描述的 一模一样的黑色摩托车 难道是凶手重回案发现场了吗 林老师在附近四处张望 不远处一个头戴头盔的男人缓缓靠近 两人擦肩而过时 林老师叫住对方 看着男人的背影 林老师莫名感觉有些熟悉 他还来不及多想 就被头盔男一把推倒在地 头盔男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 林老师踉跄着起身开车追去 两人在山路上你追我赶 可汽车还是不及摩托车灵活 在一个弯道后 摩托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老师坚信这人一定有问题 他来到警局汇报自己的发现 可警方确认为这都是他的猜测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他们也不能随便抓人 林老师又一次失望而回 之后他就像魔争了一般 天天蹲守在树林里 等凶手再回来时 能一把抓住他 直到这天他接到一通学校的电话 是女儿婷婷出事了 等她赶到学校时 看到的是躺在地板上满脸鲜血的女儿 原来婷婷不忍父亲蒙受冤屈 主动找到当日的三名女孩 希望他们站出来为林老师说话 反倒被自以为是的正义之士殴打 这一刻林老师再也忍不饿 他不顾一切地冲进校长室 对着里面冷漠的学生和家长喊道 人生向来祸不单行 林老师的母亲因为受不了流言蜚语 在一天早晨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林老师拖着母亲的遗照痛哭流涕 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做好事 怎么反倒害了自己和家人 母亲的离世没能让林老师释怀 只让她不再执着于真相与清白 事情的转机总在不经意间出现 这天她外出卖水经过小麦步时 看到了那日一起搭车的学生 她手受了伤准备去医院换药 林老师犹豫片刻最后还是选择送她一程 女孩在车上如坐针毡如梗在喉 她深知林老师不是凶手 可因为害怕一直不敢为林老师说话 这段时间林老师的遭遇她看在眼里 犹豫在三后还是鼓起勇气说出猜测 女孩的话让林老师猛地想起什么 一年前女生宿舍内衣频频丢失 嫌疑落在了新来的楼管老韩头上 赵婷主动找出来指证 林老师当时也参与其中 警察到老韩家里搜查时 一件丢失物都没找出来 可学校为了平息舆论还是将她开除 这整件事会不会是老韩的蓄意报复呢 林老师跑到档案室查阅资料 终于找到老韩的住址 老韩家偏僻难行 不像家更像的废弃工厂 林老师走进去使老韩正在垫焊 身旁还停了一辆黑色摩托车 看到林老师出现在自家 老韩表现得很淡定 转身回屋拿出一把匕首 二话不说扑倒林老师 两人扭打在一起 林老师毕竟是个书生 力气不及老韩很快落入下风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林老师摸到一旁的钢管 用尽全身力气捅向老韩 老韩吃痛放开手 他明白自己逃不过了 坐在地上摘下面具 露出脸上害人的伤疤 那是他当年被污蔑后 被一些正义人士划伤的 如今他的报复不过是给 像赵婷林老师这样信口开河的人一个教训 让他们也试试被人污蔑的滋味 林老师听着他的话棱在原地 他指责见盘侠而自己也曾 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过无辜的人 警笛声有远及近老韩 被警方缉拿归案 林老师也照常回到学校里教书 在同学们亲切开朗的问候声里 他又一次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师 林老师坚信阴霾不会隐藏月亮的光芒 这件事后他还要做一个好人 可在下班后他却发现 他的车被人泼满了粪点 纵使雨水冲刷也难以洗净 明明事情的真相已经明朗 可人心中的成见就像大山 只会固执地扎根不会轻易挪走 从未见过如此狠毒的母亲 为了和情夫出门约会 竟给三个月大的婴儿喂安眠药 他先把安眠药放进盘中 再用菜刀一分为二 紧接着把其中一半扔进奶瓶 之后会几勺爬满蚂蚁的奶粉 一股脑的全放进奶瓶中 用微波炉简单加热后 他将满满一瓶毒奶粉 都喂给自己三个月大的女儿 女人的眼睛看着一圈圈转动的时钟 对女儿纯真无辜的眼神视而不见 他急着要和情夫去约会 带一个孩子实在不方便 等到孩子一动不动地睡着后 他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酒店 和情夫谈情说爱 但没想到丈夫竟提前回家了 看着奶瓶里残存的蚂蚁尸体 丈夫心中产生一丝不好的预感 他跌跌撞撞地冲进孩子房间 此刻孩子已经没了反应 伸手触碰额头才发现 孩子正发着高烧 他火急火燎地抱着孩子跑进医院 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 孩子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男人起初还以为是 喝了过气奶粉才导致女儿高烧不退 但医生出具的检验报告 却让他心都凉了半截 报告显示女儿的体内 竟然有安眠药的成分 看着因为被挣扎 而疼得放声大哭的女儿 男人下定决心一定要让 这个恶毒的妻子付出代价 老崔是个性格 腼腆不善言辞的家庭主妇 之前也有过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大批公司一夜之间破产倒闭 有过几次面试 但每次都是诚信而去败信而归 几次下来后他对自己不抱希望 决定安心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做老婆背后的贴心好男人 闲暇时间他就喜欢去家附近的书店 看点兵王回归坠续翻盘的南平小说 看到书里的主人公逆天改命 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浴火重生 书店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永无岛 但妻子的抱怨和咒骂总能 轻而易举地将他拖回现实中 妻子保罗是一名教培机构的负责人 自从老崔下岗待业后 家里的所有开智花销 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每天应付完工作浑身疲惫地回家 看到老崔悠闲地翘着脚看电视 保罗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常常会嘲讽老崔 是个没什么姿色 家务活也干不好 还不思进取的老白脸 难听的话逐字逐句冒出来 老崔脆弱的自尊心 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指责 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做不出有力的反驳 只能把孩子当武器 指责保罗只想着工作 对还没出哺乳期的孩子不管不顾 矛盾在两人对彼此的不理解中放大计划 争吵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环 夫妻关系也随之降到冰点 而此时保罗貌美贴心的男助理趁虚而入 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敲开保罗的心 两人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坠入爱河 这样的秘密恋情更是给 本就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 添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而老崔还毫不知情 傻乎乎地以为保罗只是压力太大 等自己找到工作了关系就能恢复从前 不过这段时间他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 接通后对方要么不说要么就说打错了 几次下来他不由得有些怀疑 是不是保罗的追求者在无声示威 隔天保罗刚结束和助理的乌山云语 就接到前台的电话说老崔来探班 并且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 他略带慌乱地收拾好办公室 和助理简单交代几句后 紧张忐忑地打开房门让老崔进来 见老崔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助理 保罗抢先一步介绍他是新来的助理 两人寒暄一番后相顾无言 老崔捕捉到保罗脸上一闪而过的甘大神色 当即敏锐地意识到眼前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可惜手上没有切实的证据 不能当面质问二人 回去路上老崔有些忍不住地试探保罗 心虚的保罗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强词夺理地嫌弃老崔话多 在办公室穿不穿鞋都要管 保罗的反应印证了他的猜测 他变得有些心不在焉 开车时不能集中注意力 差点撞到斑马线上的行人 保罗怕老崔在问出点什么来 找了个见客户的理由中途下车 一转头便又来到助理的家里 助理还在因为保罗和老崔去吃饭 没有和自己约会而闷闷不乐 保罗使出浑身解数 都没能让助理看自己一眼 直到亮出手指上 戴着两人的专属戒指 助理才展开笑颜抱着他 尽情享受一番男欢女爱 事后保罗在厕所清洗时 发现助理竟然准备了 必把自己的专属牙刷 他有些生气地质问助理 为什么要准备专属用体 两人不是早就说好纸谈风月 不会进入对方的生活领域吗 助理抱着保罗好一通安慰 嘴上说着知道了都是自己的错 背地里却有着不同的打算 他看着手上的情侣戒指 根本不甘心两人的关系止步于此 所以他在每一次约会后 都会留下一张照片 相册里的每一张照片 都是两人相爱的证据 之后为了刺激老崔 他还故意将保罗的钥匙 放在老崔最常去的书店里 老崔看着莫名其妙多出的一把钥匙 带着怀疑的态度 找到了保罗和助理约会的小屋 在钥匙顺利插入门锁的一瞬间 老崔心如死灰地闭上双眼 在门外思索好一会儿后 才鼓起勇气打开门进去 凌乱的床单昭示着昨晚的战况激烈 桌子上的相册放满了两人的合照 甚至还有助理亲孩子的照片 可见两人关系的持久与亲密 老崔每番一夜相册心就多碎一片 保罗每晚回家时通红的脸庞 最近对自己愈发不耐烦的态度 办公室里不穿鞋地走动 在这一刻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老崔失魂落魄地走进电梯 事业与爱情双失败的打击 令他止不住的身体发颤精神恍惚 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 没有拆穿也不想理会保罗 他如往常一般红女儿睡觉 摸着女儿的肉嘟嘟的小手 脑子里忍不住开始怀疑 眼前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第二天他一改常态地没看男品小说 连书店老板都有些震惊地提醒他 他脑海里正构思着一个缜密的报复计划 而保罗和助理还沉浸在情爱中毫无察觉 但助理绝不满足于老崔的壮破私情 他还想成功上位和保罗组建新家庭 为此他还准备了不少全新的婴儿产品 但保罗可不愿意放弃已有的稳定家庭 他快刀斩乱麻直接切断和助理的联系 回到家后主动做起家务 连地板都跪下擦得干干净净 保罗想要回归家庭的心急切而坚定 可有些事不是他想结束就能结束的 梳妆抬上一张不合十一的私密照 直接揭露他不堪的过往 他紧张地把照片藏进包包 赶在老崔回家前 精心准备好一桌佳肴 饭桌上保罗坦言 最近压力比较大 才忽视了老崔和家庭 以后一定会平衡好两者 老崔以为保罗回心转意 便也不打算给他难堪 改口说起自己的创业计划 两人各怀鬼胎却又 竭尽全力地修补着这段关系 一通电话打破了诡异的氛围 老崔接起后对面又是一阵沉默 连续几通电话都是相同的情况 老崔猜到电话那头的人是谁 也知道保罗需要时间处理这段关系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出门 给保罗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果然老崔离开没多久 电话就再次响起 听到助理的声音后 保罗有些崩溃地质问他 两人已经说好分开 为什么还要来纠缠自己 助理喝得醉醺醺的 保罗说的话一句都没听进去 死缠烂打着要和保罗见面 保罗本想拒绝 可助理却说已经在他家门口 为了彻底斩断这段关系 保罗只好答应并约定在酒吧见面 可现在孩子成了个大麻烦 他哄了好久孩子没有要睡的意思 没了办法他只能给孩子喂下半天安眠药 等孩子进入梦乡后如约来到酒吧约会 保罗言辞激烈地要断绝二人的关系 助理有备而来他不回应保罗的话 反倒劝着喝了不少酒 凝里呼呼之间两人又靠在了一起 可万万没想到老崔不仅提前回家 还发现了女儿的异常 另一边助理将喝醉的保罗送回家 却正好被送医院回来的老崔撞见 老崔在楼梯口呆呆地看着举止亲密的两人 最后还是没有选择当场揭穿 因为他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 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 当看到电梯下行的提示后 老崔才慢慢返回家中 可打开房门 眼前的景象 让他再次傻眼 助理不知何时返回家中 正忘情地和保罗缠绵 老崔依旧没有声张 轻轻关上房门 带着孩子转身离开 但更坚定了对保罗的杀心 第二天他以参加恩师的葬礼为由 特意拜托邻居送他去火车站 登上火车和邻居挥手告别后 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助理家里 戴上橡胶手套到处收集助理的毛发 之后又从抽屉里找到一把小刀 晚上妻子结束工作正在卸妆时 突然注意到梳妆台上有一张 自己更加私密的照片 他给助理打去电话 问他为什么还要纠缠自己 可就在这时房间突然断电 周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保罗刚想出去查看情况 却被一只大手死死掐住脖子 暗倒在床上动弹不得 呼救声都变成了孱弱的阴明 老崔掏出小刀恶狠狠地朝保罗刺去 尽管保罗眼里全是祈求和恐惧 但老崔丝毫没有手软 直至鲜血将床单染红才停下 而这一切都被电话那头的助理听到 他正马不停蹄地朝这边赶来 老崔则不慌不忙地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毛发 散落在现场各个角落 他再次换好衣服出门 坐上那辆参加恩师葬礼的火车 等第二天他已联系不上妻子为理由 拜托邻居去家里看看什么情况 邻居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一幕 直接被吓得落荒而逃 很快警察便封锁了现场 在尸体周围收集到了助理的毛发 和一把专属助理的小刀 一切证据和动机都指向了助理 而老崔凭借影帝般的演技 和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成功摆脱警方的怀疑 最终助理因犯故意杀人最锒铛入狱 老崔则带着孩子回到熟悉的家里 只是屋内再也看不到保罗的身影 老崔幸运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可没办法逃过道德的审判 杀气的阴影会伴随他终身 老崔在厕所看着保罗的照片 哭得气不成声 其实老崔一直深爱着保罗 所以才能一次次地原谅他 可没想到保罗竟为了一己私欲 动手伤害年幼的孩子 老崔被彻底激怒 事情才会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你觉得老崔的行为是对还是错呢 打工妹意外怀上同事的孩子 谁知事后男人尽死不承认 为了自证清白男人甚至不惜自接伤疤 坦言自己身体不行根本不可能有孩子 断定打工妹就是想找个老实人当接盘侠 这样臭不要脸的行为引得男人破口大骂 而男人口中的祸害就是眼前这位 恋黄激瘦但眼神清明的女人 1991年26岁的湖南妹子 盛梦珍之身来到上海 在一家工厂里结识了 比她大14岁的上海人赵文龙 先天性小儿麻痹导致赵文龙双腿残疾 终生都只能依靠拐杖行走 可盛梦珍不嫌弃她的残缺 反而对赵文龙多加照顾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关系也正式确定下来 但甜蜜的爱情生活 却因为一次意外怀孕戛然而止 赵文龙深知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缺陷 认定盛梦珍肚子里的孩子 一定不是她亲生的 男友的怀疑让盛梦珍不知如何反驳 只能顶着流言蜚语回到老家将孩子生下 想着之后再做个亲子鉴定 一定能还自己清白 1993年5月盛梦珍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到上海 可孩子到底是谁的盛梦珍在清楚不过 这期间赵文龙一直对盛梦珍避而不见 此前说好的亲子鉴定也不肯一起去做 由于出来的匆忙盛梦珍带的200块钱早已花光 只能带着女儿住在逼着阴冷的旅馆地下室 靠着好心人的救济吃些一两元的饭菜勉强度日 我没钱就能吃呢 就是每天啊 就吃一块钱 吃两块钱 就是人家看到我可怜呀 就这么吃的呀 盛梦珍饿的颧骨高高隆起 腊黄的脸透露出营养不良的信息 但女儿却被照顾得非常好 盛梦珍这次来找赵文龙 从未想过给自己一个名分 只想还自己一个清白 同时让赵文龙负起做爸爸的责任 定期支付孩子的相关抚养费用 可没想到赵文龙不仅不认孩子 还在工厂里到处散播盛梦珍的谣言 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侮辱 盛梦珍一纸撞书把赵文龙告上法庭 一个月的奔波让她怡荣稍显凌乱 但不影响她铿锵有力地说出诉求 法庭上两位昔日爱吕各坐一旁 没有任何交流 尽管赵文龙从未去医院做过任何生育检查 但她依旧坚称孩子不可能是自己的 见赵文龙还在嘴硬狡辩 盛梦珍直接拿出当初两人签订的协议 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 等孩子出生后就去做亲子鉴定 看看到底是不是赵文龙的孩子 在法官的见证和要求下 赵文龙只得履行协议内容 由于亲子鉴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流程 这对身无分文的盛梦珍来说又是一段难熬的时间 1993年6月22日 在法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三人一同来到医院做亲子鉴定 粗大的针管扎进毛毛的皮肤里 一个月来都安静乖巧的毛毛 在这一刻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哭声 盛梦珍心疼女儿遭遇 独自坐在记者车里低头不语 1993年7月12日 天气晴气温38度 盛梦珍在出门前 给毛毛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法院选在今天开庭 科学的坚定和公允的裁判 今天要在他们之间做出裁定 按照国际常用标准 军论如下 可以认为赵文龙和赵文龙之间 存在亲身选与温习 随着法官一字一句的读出结果 盛梦珍脸上露出如是重负的笑 可下一秒他就忍不住崩溃大哭 曾经受到的讥讽与嘲笑 在这一刻化作委屈的泪水 而赵文龙则呆冷地坐在椅子上 脸上还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浑浑噩噩地活了40年 以为这辈子都将这样过下去 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有一个女儿 休停时导演将毛毛抱到赵文龙面前 看着眼前柔软又小的轻生骨肉 赵文龙眼神里多了些慈爱和不知所措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落下悔恨莫及的泪水 另一边的盛梦珍冷静下来后 正在和法官商讨孩子每个月的抚养费 赵文龙如今下岗在家待业 只能靠着150元的低保生活 对盛梦珍提出的每月60元抚养费 实属是有心无力 赵文龙看着强保中的女儿 将盛梦珍提出的要求一应下 之后便拄着拐杖消失在街角中 判决第二天赵文龙脱导演组 给盛梦珍母女送去一封信 信中他言辞恳切地向盛梦珍道歉 希望两人能重修于好 给毛毛一个完整的家 在我这不幸的40年里 能遇到孟珍这样好的姑娘 是我不幸中的大幸 才能使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做了父亲 这对我这个残疾人来说 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会珍惜现在的一切 赵文龙的这封信打动了盛梦珍 善良的姑娘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 两人重归于好 在冬天举办了婚礼 还请来导演做证婚人 就像导演说的那样 26岁的盛梦珍 嫁给40岁的赵文龙 意味着她从此都要 肩负起照顾和守护的责任 婚礼的喜悦可以分享 可生活的道路却只能自己行走 时间飞逝而去转眼来到十年后 当初的女婴已经成长为 伶牙俐齿的小姑娘 盛梦珍的脸上也添了不少岁月的痕迹 变化最大的当属赵文龙 俨然从一个不羁的小混混 成长为温柔和蔼的慈父 面对女儿毛毛是她总带着一份愧疚 这十年间她得了一次小中风 身体状况愈发不如从前 时刻都需要盛梦珍的照顾 盛梦珍一边打工一边还要照顾家里 始终得不到一份正式工作 只能在每条生产线上做临时工 待遇自然也大不如正式职工 好在毛毛贴心懂事 从不抱怨家里的环境 父母对毛毛心生愧疚时 还会开玩笑地反问道 赵文龙听着妻女的数落 脸上却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天是毛毛的十岁生日 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是盛梦珍送给毛毛的生日礼物 三十块看场电影 对盛梦珍这样的家庭来说 还是一笔不够划算的娱乐开销 毛毛看出妈妈的窘迫 董事的提出换个礼物 一个心爱的文具 就能让毛毛高兴许久 毛毛超乎同龄人的董事 也成了盛梦珍最心疼她的地方 盛梦珍讲起以前的苦日子 总忍不住落泪 毛毛手上边哄着妈妈 边开玩笑地打岔 从一个来之不易的小家庭 到现在步履艰难的温馨小家 乐观活泼成绩优异的毛毛 是赵文龙和盛梦珍心里的阳光和未解 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 十年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场巨变 听说盛梦珍准备离开上海回乡下 毛毛也出国了 2013年的秋天 设置组又一次回到熟悉的弄堂 盛梦珍骑着单车匆匆赶回家 这一年她46岁 脸上满是生活的历练 如今的她已从流水线退下转做居家养老 忙碌时一天要辗转似乎人家 20年的上海生活 还是没能让她适应这座城市 只等着退休后带赵文龙回老家 生活易如往常般艰辛 可毛毛依旧是她不变的慰藉 2011年毛毛参加高考 成绩优异的她 却始终没收到录取通知书 一家人没了办法 只能接受好心人的资助 前往美国读大学 但就在毛毛前往美国当天 一家人在机场不舍分别时 毛毛的录取通知书终于赶到 可沐以成舟 毛毛毅然决然登上飞机 从此一家三口相隔半个地球 因为来回机票价格昂贵 毛毛出国后再也没回过家 毛毛在美国的监护人曾发来邀请 请盛梦珍来美国看望毛毛 盛梦珍却拒绝了这份好意 对盛梦珍来说美国还是要去的 不过要等自己攒够钱再去看女儿 其实是邀请 就不过来的样子哪怕就是加照片 我不需要一起的 因为我最起码是当你小样 你看 30年前毛毛在地下室的一声啼哭 彻底改变了一家三口的命运 正如婚礼上导演所说的那样 赵文龙输了官司赢了亲女 对她一个残疾人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幸运 对盛梦珍而言她的留下 是选择了与苦难为伴 还是真的投向了爱情的怀抱呢 对盛梦珍而言